今天早上8點形成了第15號颱風塔拉斯之外 在今天下午2點的話 在菲律賓東方海面的這個熱帶經濟蝦 在今天下午2點已經增強維新年第16號颱風諾魯 那它未來的行進方向大致上比較偏西的方向 朝著呂宋島這方接近 預計在周日的話就會通過呂宋島 然後到周一進入到南海 到周二就會往東南泛島這邊前進 那目前的資料來看 直接影響它的距離是比較低一點的 從今天晚上開始到明天後天的話 都會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在北部跟東半部跟恒春半島 都會轉為有局部短暫雨的天氣 特別是在明天這一天的話 在一封面的基隆被案 大臺北山區跟東北部地區 水氣上是比較多 降雨會比較持續 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那到了周日的話 這個16號颱風怒魯沙基 到呂宋島這個陸地上 那台灣地區還是一個偏東北風的環境 不過周日這天的話 水氣上會稍微減少一點 薏金